Shi Atu Aitaka Dattar Shri Vasa Tegor of Tugand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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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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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 Rama Rambanama Hare Hare 非常高兴看到有这么多的毕业生 经过了玛雅普学院的教育体系 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 这个一直进行得非常好 越来越多的人来 当然了在一开始的时候只有Bakhti Sastri 但是现在呢我们在继续 有Bakhti Bhai Bhava 然后现在还有甚至是有Bakhti B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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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年我们有Bakhti B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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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毕业生就是在玛雅普这里 而我们希望明年 我不知道得有多少年 需要花多少年能够等到这个Bakhti Sastri B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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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课程 那么将来吧 那么这个体系是由Shiro Bhai Bhai 给我们的Shiro Bhai Bhai 从他自己的灵性导师那里 建设了这个体系 他自己的灵性导师 Shiro B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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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设立了这个基础 就是在他自己的高点玛雅之内 所以Shiro B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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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也带进了ISKON 然后从最开始的时候 Bakhti Bhai Bhai就在一直告诉我们 他有多么的想让我们去学习 去书籍 并且开始去学习一些东西 有的时候呢 我们早上的时候 跟帕帕帕一起去做修诊的散步 我记得在伦敦 有的时候跟帕帕一起去散步 帕帕就会摊到 他说 那个Shiro Bhai 是什么 我们就傻了 无等口袋 我们非常地疑惑 那是1971年 我们连巴格基特都没有 然后都被更别提出 范文世界了 帕帕就跟我们说 那个Shiro Bhai 是什么来着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 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人 他是从印度来的 他跟我们住在一起 他知道这些Shiro Bhai 因为他是长在一个 传统的印度教的家庭 他学习了很多的 巴格基特的Shiro Bhai 他就会引述 然后帕帕就说 啊 非常好 非常好 然后帕帕就会指着我们说 看 你们也必须要像这样学习 你知道 我们就有一些 佛像者们他们在外国 就是在一些就是说 英文不是他们的主要语言的国家 对他们来讲 不是很容易来记住这个Shiro Bhai 甚至是印度人他们也学习英文的Shiro Bhai 他们知道范围 哦 这是一个对于他们来讲 很容易让他们引用英文的话 哦 他们说的简直是另外的 然后我就想 这个可不是在处理出版的内容啊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困难 就是说记住这个英文 当然了 我们的范围文非常糟糕 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有两面 如果如果爸爸想让我们学习 去读书 然后呢 肯定呢 就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而且呢 哈拿曼 Prasad Swami说了一些事情 我一直到现在记得 他说 一个大学呢 是老师们学习他们课目的地方 我就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教这个Bakdi Satshu Bhakti Vibab 每一年我在教大家的时候 我都在越来越多的学习 所以呢 我鼓励你所有的人 就是说你们在毕业 你们也可以去教书 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老师 我们有很多的课程在进行之中 然后都有在线的课程 有时候不是很容易 有时候你要给这个中东讲课 然后他们的这个课程通常呢 是8点到10点 但是中东的8点到10点 是这儿的晚上10点到12点 这就意味着你要晚上熬夜 为了给他们讲课 但是呢 他们非常的欣赏 他们非常迫切地想去聆听 所以说有一些在线教授的这个挑战 这个不能帮助我们有规律的生活 但是呢 这种牺牲是值得的 使命很多的人 他们得到这个机会 能够学习爸爸得的书 然后呢 就是真正的这个韩医生在我们今天早晨听到在庙堂里关于派书 然后他们在发奖给那些就是我们听到不同的庙他们怎么去派书 我们可以做同样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做同样的就是说对这个学习书籍的人也可以发奖 然后给那些毕业的人呢 如果知道有多少人来自洛杉矶庙毕业了 然后得到了巴克迪萨斯堆等等 所以这些事情可能在将来呢 我们可以去迎接 当然了 马亚普是第一 当然了 今天早晨宣布了 在全世界就是派书籍的方面 马亚普是全世界第一名 而马亚普可能在巴克迪萨斯堆这方面也是第一名 是因为有很多的孟加拉人来 他们想学习 这个非常好 所以我们想鼓励大家 就是说像英语的人 能够好好地学习巴巴德的书籍 巴巴德是用英文写的 他说英文是一个国际的语言 这个是最容易翻译的语言 最容易翻译成别的语言的语言 所以 当然了 他是受到英文的教育 他说过英文的教育 然后这个书呢 是用英文写的 然后他也就是说 用英文来教授这个书籍也可能是最好的 当然了 我们用其他的语言来教授 这对于人们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课程在进行之中 就是在远东 在有一个国家 我在那儿传播 我们有很多老年的人 然后老年的人呢 他们并不是说受过很多的教育 对他们来讲 学习经典上的东西不是很容易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一个老年大学 通常呢 大学里都是年轻人 Prabhu Bhatt 那个时候 所有的风险这么多都很年轻 然后呢 他有的时候这个记者就问道说 为什么这么多的年轻人受到了你们的运动的吸引 然后帕帕德说 应被内视教育的时间 也就是我们看我们进入科士呢 直觉的运动是为了接受教育的 这是一种文化的运动 而文化的一个主要的部分便是教育 而我们呢 得到这个教育 尤其是通过这些课程 学习是个帕帕德的书籍 我从科学者已经是50年以上了 但是呢 有很多的年 我们都没有得到任何真正的书籍方面的指导 只有在玛雅普学院 还有文大文高等教育学院开始之后才有 我们才开始得到了正 就是说正规的观哲学的这种知识的 有体系的这种教育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能够理解多少 这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能够学的也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激 这个机会 我肯定认为这个是非常有益的 而且呢 我总是鼓励奉献成 来参与这些课程 学习 你们自己学习 然后你们自学 然后呢 你们在自己学习了之后呢 再去教别人 我听到应该是Lokan Asphami 刚刚谈到了吧 也就是说宝油 有的时候 我非常地失望 当我遇到人们说 哦 是的 我是个Bakty Shashi 是一个毕业生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Slogan 什么样 哦哦哦哦 我当时就是考试的时候 我学了现在 我已经不记得了 不应该是那样的 对吗 你们学一项东西 你应该记住 然后如何记住呢 你们必须要运用 你们必须要经常地去运用 有一个例子帕帕给他就是说 我经常饮用那便是 你们把水保留在一个罐子里 我刚刚来印度的时候是在1975年 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没有这么多 就是还没有什么 如今呢 这种塑料的水瓶子呢 这个水呢 都是装在泥罐子里的 人们当时都根本没有冰箱 只有特别有钱的人 在那个时候才有冰箱 他们就把水放在泥罐子里 然后这个水就会变得很清凉 是因为你把这个水放在这个泥罐子里 因为泥罐子呢 它是有这个很多小孔的 所以这个水就会渗出去 变得越来越少 同样道理 如果你们去保留这个知识 你们不去运用的话 这个知识也会蒸发的 这个就会干枯 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 像你们到底学了些什么 你们必须要去传播 用这个去传播 如果你们必须要去应用 如果你们不去应用的话 那么就是浪费了 我在这个工程学上是个毕业生 有时候我在加尔哥打讲课 有的时候就是说给一些学生讲课 我说你知道吗 我其实做了很多的转变 我去时呢 学了好多的这个机械的这个东西 然后好多学生点到 哦哦哦哦 他们知道我具体谈的是什么 但是呢 我今天搞不清楚了 怎么去做这个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机械工程的分析 我已经忘记了 是因为我把这些都忘记了 很久以前 然后我就加入了窥视能知觉 所以等会儿如果我们不去使用 我们在这些游课程上 学习了个东西的话 那么这就浪费了 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们必须要去经常的运用 去朗诵 Narayni Mataji 他解释说你们都是在Narayni Mataji吗 他就是了巴巴德的门徒Narayni 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奉献者 她说她是怎么学斯洛克的呢 她说每一天她都会朗诵斯洛克 她会朗诵所有的斯洛克 比如说巴克地白巴 你们有很多的斯洛克 对吧 Ananda Dulal Prabhu 是吗 你有很多的斯洛克 对吧 在巴克地白巴之中 你怎么记住呀 你必须要每一天朗诵 你必须要规定自己的时间去朗诵 你必须要把它变成一个习惯来做这些事情 这个就是撒旦的 这就是撒旦的 这个会让你能够保持活跃 让你在科室的直觉之中保持强壮 所以我鼓励你们所有的人都活着 就是说在科室的直觉之中保持一定性的健康 还有科室的科长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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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